诶你不是日文很强吗 老师说下礼拜要考礼拜四日文的由来 考试的内容是 为什么礼拜四是木曜日呢 该不会是因为木有四笔画吧 木有四笔画只是槍壶上的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是 镇木孤村 每个人到了18岁之后 都会被叫召到一个成功灵的地方 而我们的主角阿木也不例外 到了成功灵之后 一定要练习的必杀技 刺枪术 不是纸枪 而是这个刺枪 而且武器只能是笔 偶尔还要战绍 跑3000公尺 等一下 我怎么讲着讲着就湿了眼光 经过了一年之后 木哥的刺枪术已经到了超次的境界 你问有多次 大概这么次吧 回到蘑菇村之后 发现了 爷爷的儿子的老婆的大儿子 呃 简单的说 就是我哥哥 倒在了家中 到底是谁干的 我看到犯人了 他戴着一顶帽子 还穿着黑色的脸帽梯啊 我马上去查 调查局局长 我想要请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那个人戴着一顶帽子 还身穿黑色的脸帽梯 稍等我一下 马上调查 靠北人家惨人小朋友 我不能播啦 抱歉 初步推断犯人士杀手火哥 犯罪手法是暴局 你一定要谨慎小心啊 还有这个 这是他常出没的地点 就拿给你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你就是杀手火哥吧 我们认识吗 原来你是蘑菇村的人啊 那里的人刺枪树 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哥哥的菊花 是你抱的吧 我这一生抱了这么多菊花 谁知道你说谁啊 废话少说 纳命来 看屁哦 果然还是职业杀手厉害啊 你们蘑菇村的人也不赖啊 只是你们少了对 菊花的热忱啊 我的菊花就交给你了 大家听了蘑菇村阿木的故事之后 就把大战的新奇事取名为蘑菇佑比 而为了纪念阿木 就把蘑菇村的蘑菇 改成为木 这就是蘑菇佑比的由来 这样你懂了吗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 这样子就没有 可以 这样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